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邱大海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邱大海在吗 他辞职了 不对 他那天不是一时生气的吗 他真辞职了 那你知不知道要去哪儿了 这个我也不清楚 谢谢你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 喂 王朝阳 在哪儿呢 行了 脸都枯裂了 来 那慢慢找呗 难找他还能人间蒸发呀 你说得那么容易 这么大的城市我上哪儿去找啊 那就听天由命呗 那他要是不怀了呢 我现在肠子都已经灰青了 老天爷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让我们大海回心转意吧 我做牛做妈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碰你玩辣公主 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求求你 我求新开情愿给他当老婆 行行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行了 你说你丢不丢人哪 你说你们两个也真有意思呢 好的时候 老公 下哪 这好词满天飞 这这这现在吵了架了 你人都找不着了 你怎么做老婆的 我还太好意思了你呢 我 你觉得想干吗去了 你怎么消失了 我 我我是想换个地方住 我不想住又要来那边 可玲玲跟简安民不是都分开了吗 啊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不知道啊 废话我当然不知道了 我不是消失了吗 这这也没人跟我说呀 你说这这这有意思啊 你说 之前她把彩儿的男朋友给抢了 我还觉得彩儿挺可怜的 哦 这现在彩儿又抢回去了 我还真觉得玲玲可怜 不对 你说你说 还有你这就奶啊 自从有了你啊 就把我给撩一边了 想来想去我才是最可怜的 苍天哪 我 你 玲玲怎么样了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呀 你不是挺好的吗 你快点说 我又没见过她 我哪知道啊 哪顾得过来呀 要不然你自己问去 少杨 你帮我找找大海好不好 你们俩的事啊 我跟你说你俩真应该冷静冷静 对你有好处 可是我想见他们 我了解大海 哎 听我的没错 哎 你要找玲玲去啊 我还没想好呢 大海 在哪儿呀 大海 大海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还是来看我有没有自行了断啊 你放心 我没那么脆弱 在我经受二次打击以后 我发现我的抗击打能力超级的强 而且当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一种人之后 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了 所以 祝你们爱情和和美美 孩子健康成长 jet 放开啊 第一 如果你要像江俊杰这样的话我会打你的 第二 别让我原谅你 这样我会看不起你 还有第三 不要说你爱我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放开 我就问你一句 你爱没爱过我 放开 我问你 你爱没爱过我 爱啊 但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原谅你 我 他一整天没出来 你劝他吃点东西 行 我去 灵灵 灵灵 干吗 你 你不饿吗 你没看我在这儿搞创作呢吗 我这叫废寝忘食 我以为 以为我会哭得死去活来的 吃安眠药 摸电门的吧 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再说 崔文化和赵欣勤的女儿 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吗 一个朋友的油画店开张 让我画幅画 那行 那你别累着啊 知道啦 那 你说说你啊 你还能做得这么稳 你赶紧想想办法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不是跟你一样着急吗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不是你当初紧着撮合 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也没怎么撮合呀 那是他自己喜欢上简家明的 你是一直赞同他和简家明谈恋爱的 我早就说过了 王朝阳比简家明踏实得多 要是他听我的 跟王朝阳在一起 怎么可能被伤成这样 听你的意思好像都是我的责任是吧 你别以为这王朝阳老是就觉得他安稳 没准啊他还不如简家明呢 肯定比简家明强 他俩没成你这只是猜想 没根据 玲玲一直拒绝人家 人家怎么可能在等他呢 怎么不可能啊 如果他王朝阳到现在还等着玲玲回头 那我还倒真佩服他了我就 要是当初你对人家态度不那么恶劣 没准他现在还在等玲玲呢 你 你说你这人说话就是这样 我说什么你就废得跟我签了是吧 我 别吵了 我决定搬出去 这儿住得好好的 你要到哪儿去啊 我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太安逸了 我总得继续工作吧 还有啊 你们老这么吵有什么意思啊 我每天闷在家里不出去 哪有机会接触男人啊 我决定现在就出去找房子 就这么定了 你啊 来得真巧 这个人刚刚搬走 晚点啊 我又租出去了 谢谢阿姨 你原来不是在这儿住过的吗 又搬回来了 还是对这儿有感情啊 喜欢这儿 那好呀 算吧 明天啊 我跟你把那个合同拿来 那就这么成 好吗 行 谢谢阿姨 好 收拾收拾吧 好嘞 您先忙 好嘞 您先忙 好 给 请问 这儿能合租吗 则伊玲玲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开心过 她甚至在想 她当初对王朝阳是否太过残忍 因为自始至终 这个人 真的从未离开过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够意思啊 兄弟 着开 送 散散散了 啊啊 别忘了 坐 你别说这屋里收拾收拾 还真跟之前没什么两样 差别大了 最起码敲在海的东西都没了 比原来清静不少呢 我发现你原来有很强的能力 能把那些不高兴的事统统翻篇 你说以简佳明 他能干出那样的事 你就甭为他难过了 谁说我难过了 你是不是偷偷关注我来着 要不然怎么你突然回来了 我本打算不关注你的 结果我突然我发现我没做到 欧阳和大海怎么样了 分了 分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欧阳不得拿给我撕啊 我正帮着欧阳满世界找大海呢 行了 你就甭管别人的事了 相信你自己呗 我能有什么事啊 不就是甩个男人吗 不行动啊 崔爷我 你就讨厌吧你 我跟你说啊 我这次回来吧 我就是专程为给你疗伤来了 你不信 你看我这手机里啊 我存了不少心灵小贴士 不是 我就针对你这种伤情 对症下药快速治愈 我用不着 你还是留给欧阳吧 这 真不用 你说呢 那 那我还是先找大海了我 来 来 回来了 可以 给我吧 父母好 好好 回来就好 早该回来 在家照顾着方便 感觉怎么样了才能 我总觉得他在肚子里动了 不会那么快啊 可能是心里左右了 母妇 你看我让你们早点结婚吧 肚子一天大起来了 你 以后这么穿婚纱啊 是啊 我想等孩子生下来 再办婚礼 那样不是更好看些吗 现在结婚 就算是把婚礼办了 那也度不了明月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婚礼 是吧 家门 行行行 怎么都行 你们高兴就好 我们没意见 来来来 坐坐坐 别老站 我先带他去看一下屋子 好吧 好好好 那我先进去了 好好好 好好好 饭好了 我叫你们啊 来 晨阳 喝杯水吧 你先放开 林烈 欧阳 周才儿和简家明的事 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啊 我不该那么对你 你那账以后留着买买算啊 你这么轻易就原谅我了 那不然怎么办啊 你跟在人家后面稀里糊涂的 我还能整给你急了 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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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以后不许老惹这个崔爷生气了啊 我真不会了 这还成 对了 朝阳 大海的是你最了解他了 我现在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我已经拖人去找他了 过些时候就有消息了 你太伟大了 我这辈子的幸福都全交给你了 别 别别别别别别他了客气 你看你 抬抬抬抬抬 家明 你那儿已经有套公寓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买套新的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间房 朝阳 做婴儿房挺合适的 你是不是怕我想起 你跟林依在一起的样子 心里会难受啊 你放心 我没事的 不是那意思 结婚嘛 怎么着都得买套新房 那你想到跟我结婚 有没有一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啊 慢慢来吧 来 你放心 我肯定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离婚 可是如果你不爱我 我们的婚姻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放心 我既然选择了你 就会尽我最大努力对你负责任 他这个家负责任 你确定咱们要回来做啊 这是公司的项目 在这儿做比较合适 我就是担心 简家门要是知道了 回来又纠缠你 他俩过得上午啊 行 我随便啊 我只是听你安排 你说在哪儿开 咱们就在哪儿过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没出息的 都已经这样了 还想到回这儿 不会 我恰恰觉得你的安排是最合理的 咱们就应该把玩家做起来 漂漂亮亮地打一场翻身仗 这样一来 把简家门给你投资的钱 咱就还回去 把他的人情还干净 玩家是要做的 可是拉上你 我有点于心不忍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走了 没走 我是觉得我欠的真 让你来帮我还 挺过意不去的 那我不是说过吗 只要你回头 你就会发现一个王朝阳 站在你背后 第一个出来挺你 谢谢兄弟 客气客气 我这个酒啊 比不上人家呢 稍微有点刺 但是我觉得 咱们这队黄金搭档 富出江湖 咱们也得庆祝一下 没错 必须在服装界 掀起一番腥风雪雨 你先等会儿 什么叫腥风雪雨啊 那雪乌拉斯得多 那什么呀 在服装界也得掀起一股 新的潮流 行不行啊 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你怀疑谁都不能怀疑自己 我不是说过吗 我是你的粉丝 不对 屌粉 你说我平时老那么欺负你 会不会哪一天你也像秋大海一样 嗖的一下就消失了 不会 他们是恋人 咱们是什么呀 好兄弟 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来来来来 来来 来 你还知道回来啊 干吗非要一玩一个通宵的 不知道怎么了 我最近手续这么没 我越想翻本我输得越厉害 输了就别门了 就不能早点回来吗 不是钱的事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 宝贝 那个手里还有钱吗 先借我点 没有了 亲爱的 你别扣门啊 我过几天跟我爸讲和 到那时候咱俩钱就花不完了 我真的没有了 我就两张卡里面就那些钱 都给你了 那怎么办 今天没法翻本啊 你就不能不玩吗 喂 哥们 你手里还有钱吗现在 你干什么 你不能不去打牌吗 我不喝酒泡你 我打打牌还不行啊 你这样玩小晚上会出事的 能出什么事 不就输点钱吗 把手机给我 给我 你到现在还想去世吧 好 咱们分了吧 你说什么 我受不了了 不是 为什么呀 我怎么你了 我改变不了你 我不是一直都听你的吗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做到 你每次答应我好好的 最后你不还是跑去打牌了吗 我不就这几天打了几天牌吗 我以前不是陪着你吗 好 我们到此为止吧 亲爱的 来 行了 我以后不玩了 行不行 你说过太多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 你到现在还要去玩是吧 你到现在还要去玩是吧 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让开 来 行 如果你走了 你就别回来 你就这么狠吗 不是我狠 是你让我看不到希望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对你这么好 你说我让你失望了 你想好了 今天你要是走 咱俩就彻底结束 结束吧 李兰 我告诉你 你想甩我 我还要甩你呢 你走了 走了 你就别回来 来 喂 妹妹 你在哪儿啊 我想你了 咱俩呢 姚俩呢 在楼上呢 哎 她睡着了 我哄她半天 才把她哄睡的 她身体没事吧 没事 就是说 挺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有点想你 你最近 怎么样 还行 挺好的 看你这精神状态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 真的 挺好的 你妈 你妈身体怎么样 哎 还是老毛病 过一段时间 我打算 把她送回老家去 回老家也挺好的 你多照顾 能够生劝一点 我先走了 小岚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呀 没有啊 真的 真的 如果以后 出现了什么难处 别忘了 告诉我一声 如果有 我一定会说的 喂 喂 你好 我们是城北分局的 请问您是李南吗 我是 您认识杨坤吗 认识 那就请你过来一趟吧 杨坤涉嫌举重赌博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有结果了吗 律师说 律师说 好 最少也得三年 你这不斩激心 你干嘛 行了 你还年轻 如果这三年 能改变你今后的人生 也不算是坏事 是 你能原谅我吗 我没有什么可怪你的 我只怪自己 没有能力改变你 那 等我出去了 咱们还能在一起吗 杨坤 我们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是我没有好好珍惜你 我们还是朋友 以后 我会来看你的 我 我是想一直跟你好好在一起的 我知道 我很感谢你 这段时间 你对我很好 你一直在哄我开心 我过得很快乐 我也是 我现在才知道 这才是最大的真实 太真实了 三年 也许你好好表现 用不了呢 你出去才三十岁 一切都来得及 你还年轻 你还会来看我 会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你就打电话给我 好了 时间到了 好 好 好 你说 我带着这玩意儿 我想跟你抱一下告个别 我都抱不了 好 我已经尽力了 我劝了她那么久 她也一次一次答应我不去了 可是她没有做到 我改变不了她 她爸妈都改变不了她 你能改变得了她 还是多想想你工作上的事吧 算了吧 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 你说 我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当初离婚 有没有点后悔啊 当初跟邓我想在一起过日子 没钱也没有情调 但怎么说 日子也过得安稳踏实 不是 你说我没什么事 找什么感觉啊 你想生活多姿多彩 想法没错 只是方法错了 你说邓国强还会要我吗 那你得问他去啊 其实现在呢 不用我说什么 你心里也清楚 后悔就去挽回吧 姐夫也一直没离开过 还在原地等着你呢 想不到你们速度这么快 而且设计也确实新颖 孙小姐 果然是有才华呀 难怪佳明当初对你一往情深 这这这她的才华 跟佳明没什么关系 张总 我们这一次呢 完全是按照市场需求设计的 您看玩家会有前景吗 我相信会的 他们都看过 你之前的设计图 都非常地赞赏 那就好啊 敢赶紧生产上市呗 这可能有些问题了 我知道你们都是佳明的朋友 按理说我应该支持你们 但是之前风尚亏了很多钱 佳明几乎把她的股份 都蒸发掉了 这个失败的教训很惨痛啊 所以我必须谨慎一些 你们也不要怪我 没关系 我们理解 您就直说吧 怎么样才能让玩家上市 这个要你们自己出钱 我们哪儿有钱啊 我知道 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 可以给你们几个专卖店 让你做试点 如果市场反向很好 拓骨会出钱 大批量的生产 但是在做试点之前呢 恐怕要你们自己负担了 多少钱 三十万左右 这 这么多钱 我 张总 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尽快给您送过来 好 你说这个张总啊 也真是太不讲人情了 既然已经对咱们的设计方案 这么满意了 干吗还让咱们自己拿钱啊 你别怪他 他是个商人 是不是得考虑另一问题啊 再说 我之前的风尚系列 确实是赔得太惨了 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不是 你现在是 必须坚定信念 把这个玩家做起来不可了 玩家必须得成功 这样我就有希望 还请简家没有我做的一切了 那你先别着急 办法总会有呢 啊 如咱们想想 喝水 但愿吧 来 爸 嗯 吃你的 嘴啊 你要不要尝尝这个嘴啊 好 我我我我我我 姑母你也多吃点 来 老哥 我得祝贵你啊 应该这家明都有本事啊 不找就不找 这一找啊 把孩子都带回来了 这小子真是给咱们俩惊喜啊 也不一定是家明哥的想法 说不定是谁坚持要生呢 不好意思 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呢 行了行了行了 别给家明闹了 大人 怎么回事 哎 老哥 他们俩说话哪有谱 大明 我还要吃那个 那个真好吃 好嘞 想吃这个 来 我喂你吃 周仔儿 吃 叫嫂子 行 嫂子 你现在也算是一不登天了 多吃点儿 注意点儿身体 不过我就是想问问你 孩子是家明哥的吗 莱莱 莱莱 菜摆在那儿就回来做吧 就是嘛 都在吃饭了 你干什么上寸下跳的 我没有上寸下跳 我就是好奇 之前家明哥打死都不想要他 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是爱情的力量吗 你还真说对了 就是爱情的力量 又爱情有那么伟大吗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我说的是实话 刘叔叔 我最近看了几个新的服装发布会 有几款衣服不错 我发到您邮箱了 但是我忘告诉您了 不知道您最近 有没有打开看一看呀 看就看呗 怕什么 我爱怕看照片吗 反正也不止我一个人看过 是吧 贾铭 对 刘叔 您今天是来吃饭的呀 还来找茬的呀 贾铭 过了啊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吧 我要回屋休息了 嗯 慢点啊 财儿 财儿 你慢点 慢点啊 来 屋里人多啊 说话不方便 现在有那么大算你收吧 老哥 老哥 你住院的时候啊 我们都很担心 为了能消除你心里的负担 我投资了你的信箱 我以为啊 你能明白我的心思 让莉莉和佳明结婚 可到了最后呢 你说你怎么给她找了 这么一个老婆 你是不是有点对不住我呀 说这两话 佳明找老婆 那是她自个儿的事 怎么是我给她找的呢 没有你的同意 她能搬过来住吗 这 你这肚子都大了 你说我能反对吗 都这把年纪了 我有必要跟她对着干吗 也就是说 周彩儿和佳明的事已经定了 莉莉就该死心了是不是 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撤资了呢 非得这么做吗 好吧 那我没意见 以前我有那个强迫症啊 这不管是厂里的事还是家里的事 我都要做 我都要管 这次生病了 想清楚很多事 什么事想开就好了 拿这个钢铁厂的事来说 我原本只是想她把打理好 然后给佳明留个一个很好的产业 可是我都费尽心思替她安排 结果到最后她反而不高兴地说我何必呢 真的 这一个人一个命啊 谁说办工厂 这一定得赚钱 总得有人赔钱是不是 这事成事败 那是工厂的命 好 那既然你决定撤资的话 那 睡一遍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 来 送你 对了 对了 那个 投资我那个钱啊 我已经买了设计跟原料 产品呢我已经卖出去一部分了 你现在撤资 我可能没法给你现金了 真的 要 要不然你想想看好了 你是要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 那给你钱呢还是 没到功能来 把那个设备给原料 你都拉走自己去卖 你说了算 行 老哥 我甘拜下风 这么多衣服呀 马上就快穿不上了吧 我要休息了 请你出去 你说怀孕有什么好啊 虽然拴得住佳明哥 可是你要小心哦 美貌跟身材 马上就跟你说拜拜了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 好好恢复恢复 周采儿 还是以前的周采儿 谁也说的呀 女人生完孩子以后会老得很快的 到时候啊 该下垂的地方会下垂 还有这里 该长周文就会长周文了 我真的好替你担心呢 像你这么一个空洞的女人 如果没有了美貌跟身材 你拿什么去吸引佳明哥呀 我还有他的孩子 你就那么不了解男人哪 还不是我呢 现在就是因为孩子还在你的肚子里 等这孩子一出来 佳明哥就不把你看得那么重要了 你每次都来找我说这些 你烦不烦哪 我就是想弄清楚 孩子到底是不是佳明哥的 你说什么呢 早晚有一天 我会弄清楚的 神经病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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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唱了 我都烦死了 男愁唱 女愁哭 我哭也是让你给唱的 别愁了 不就是因为这钱的事吗 兄弟都已经为你办好了 拿去用 卡上 卡上刚好有三十万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还记得我老爸王进财通知吗 真不是吃素的 我一打电话 分分钟给我汇钱来了 这是大叔的钱啊 我老爸年少成名 那还不行有点家底啊 那你告诉大叔 只要我挣了钱 我会尽快还给他的 还行啊 那赶紧送钱去吧 谢谢啊 王朝阳不知道他自己做的是否正确 他只知道 只要是为了崔玲玲 就像他自己唱的那样 我愿意 这是授权协议书 张总 后面的事情 就拜托您了 希望我们这次的合作 能够取得成功 我是很有信心的 但愿成功吧 如果玩家系列成功的话 你是否考虑跟我直接签约 继续给拓股做设计呢 等玩家上市以后再说吧 走了 张总 好 再见 来 张总 莲莲 我到处找你找不到 打按电话还关机 不是关机 是拉黑 黑名单你知道吧 把这给张总吧 把这给张总吧 莲莲 莲莲 别老躲着我呀 你负责的 你负责的 我负责的 你负责的 怎么样 挺忙的 玩家得到了 张总的认可 这次一定要成功 最近 我实在是顾不上 尤其是工作室的事 继续做玩家 不为工作室 也不是为了你 我是不想欠你什么 按照托股市场部的预测 玩家上市以后 应该足够还清了